2024年QS全球大学排名发布 有六间港校排名下跌 这让一部分人担心 港校的吸引力是否不胜从前 香港理工大学是其中为数不多的 排名保持不变的学校 近日校长滕景光 接受香港中统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港校的吸引力不减 特别是对内地的学子 未来应着力提升对海外学生的吸引力 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枢纽 通常我们说的硕士就是Master Science 那么如果在英国也是一年 这个英国体制里边 它这种硕士就是一年 那么一年就叫水硕 这是没有道理的 而这个一年对很多同学来说 这个经历这个学习 对他的个人的提升 也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我们过去几年 对内地学生来说 它的吸引力大大增加 对于我们海外的那些学生 外国的那些学生 这个吸引力我们看了一下 跟2019以前差不多香港政府说 要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的教育枢纽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枢纽 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 来香港各个大学读书 在离大的30年间 滕景光担任过不同职位 从这所大学作为学院开始 便在此教书 一步步走到现在 他的管理理念与萧讯十分吻合 开悟成悟 力学力明 在滕景光看来 研究不应该只是发论文 而应该让科研真正的 在现实生活中应用 造福社会 因此香港理工大学 也参与了多个国家重要的 科研发展项目 如航空航天 内地高铁系统 智慧城市发展等 航天呢 我们应该是2010年开始 就有支持国家的 参与国家的航天 这个项目的工作 长河3号 4号 5号 我们都为国家的航天项目 研发了一些重要的仪器 到了天文1号 我们呢 是为国家推荐了落地的地点 和研发了落地的监测相机 不久以前 我们也设了一个升空探测研究中心 还有比如说北京奥运会 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就到现场 这个资源运动员 那么所以香港理工大学 特别重视 就是解决社会 目前和未来 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挑战 或者说积极地去贡献社会 包括贡献国家的发展 你应该让你的科研 能够真正地在 在现实的生活中应用 造福社会 这是我们对大家的要求 腾锦光强调 在爱国教育上 香港理工大学 做得非常全面 近年来 香港各高校 对爱国主义教育 国民身份认同教育 都有一些基本要求 他要求理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要得才兼备 以德为先 而得的内涵 就是家国情怀 全球事业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平时说香港理工大学培养的学生 是要得才兼备 以德为先 这个德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家国情怀 全球事业 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是要求每个本科生 进来以后 都要必修 中国历史与文化 放手的一门课 我们应该有十来门课 左右让他选 除此之外 腾景光亦希望能让理大 成为创新型世界一流大选 十四五规划 确立香港为八个重点领域的发展中心 其中包括国际创科中心 腾景光认为 一方面香港要有创新科技产业 另一方面 也要让科研成果 对接到国家的需要 我们在设立课程的时候 我们也要不断地思考 社会需要什么 那比如说下一步 最近我们设了一个新的系 叫数据科学 与人工智能系 这个就是因为社会需要 我们要紧密配合 全校同学都普及了 人工智能教育 这个也是一种创新的思维 而香港领域大学的定位 叫做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我们的定位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目标 哦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